东区尤德夫人拿达素医院 自1993年10月15日投入服务 是医院管理局成立后开办的首家医院 管住爱心及奉献证实 东区医院全体同事一直群拆群力 为市民提供全人治疗 及以人为本的高质素服务 与大家一同并肩面对无数艰难时期 以及疫病危机 今年正值建院25周年 乃东区医院银器纪念 在这些年间 医院女创先学 将日新愿意的科技 应用于医疗服务及手术训练中 例如设立医管局首个三维综合内的微创手术室 在微创外科训练中心 成立临床无疑手术训练中心 以及综合内境微创手术训练中心 为医护人员提供更全面的外科培训 除此之外 亦透过医院认证 为医院的服务质素颠下里程碑 成绩有目共睹 纵使今已取得却缺的成就 东区医院始终都无莫挫冲 继续秉承拿打素经敏为坏的精神 一起为市民大众健康福祉而努力 迈向更美好的将来 东区医院自建院以来不违于力 积极参与医院管理局各项先度计划 并推陈出身以提升服务质素 其专业精神及行动力为业界所赞许和访效 冲心感谢东区医院全体员工 过去25年来对医护工作的无私奉献 并祝愿东区医院继续承先啟后 造福事物 25年来 东区医院上下一心 积极与社区伙伴紧密合作 把无常医院的概念进一步实践 当中一众的医护人员表现结出 近屡获殊荣 使得东区医院成为香港其中一间顶尖的公立医院 我深信东区医院能够继续秉承 拿大素百年的优良传统 兼付服务市民的重大使命 东区医院在25年前 由一班抱有相同信念的医联专才和神职人员 为港岛东居民开车区内第一间急症医院 我作为当时的院长 带领着十多位医护的先头部队 去准备开院的前期工作 开院初期虽然面对物资供应 和人手不足的压力和挑战 但是大家同心同力 团结一心解决问题 为东区医院变下稳固的基石 发展至今 东区医院已经成为本港一所大型 而且科技先进的急症医院 并将拿大素经敏为怀 全人关顾的精神 创分发挥在服务理念上 我在2005年接任做院长 为了继续加强医疗服务质素 所以与社区伙伴合作 去成立七个社区医疗服务平台 用一个创新的医承作模式 去提升服务效率 医院有致力提升医疗团队的培训 成立了港岛东联网 医疗管理及临床科技培训中心 还创立了一个综合机械人系统 和内规镜及微床的手术室 同时我们又积极提倡 和推动病人安全文化 成立了香港第一个 由医生带领的联网质素及安全部 结果东区尤德夫人拿大素医院 就在2010年顺利成为香港第一间 得到国际认证的公立医院 前线的同事虽然面对每日趋增的工作量 但仍然发挥无限的创意 去追求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和推动服务的发展 所以当我接任了院长之后 一直在不同的层面 去了解各部门的需求 希望可以帮助他们维持高服务的水平 和达成他们的梦想 全纳医管局 特区政府 以及各界现长人庸的大力支持 医院得以装设和翻身 先进的医疗设备 包括了机械臂辅助手术系统 直线加速器 深度管检查部 同时推展新的医疗服务 包括了正电子和电脑商用掃描 高压养治疗 血科病房等等 有了这些暂身的设备 同时在工作上就一致已然 更加投入 更加融和 更加有动力 主压家服务东区医院 已经超过20年 多年来每位员工都上下一心 陪伴着医院一同成长 学习 共勉 当中有笑有泪 过去曾参与东区医院的15 和20周年活动 今年 东区医院来到25周年 很高兴 获委任为筹备委员会的联合主席 与大家一同见证 东区医院的大日子 今年的主题是 凝聚重心 望创未来 意思是寄与医院 透过凝聚每一位同事的心 并结合医疗专业 社区关爱 及医疗科技 在未来 能够携手实现更美好的远景 和剃造更完善的社区 在此 祝愿东区医院继续努力不懈 在医疗界继续发光发现 今年十分荣幸能与苏医生一同担任 东区医院25周年 慶典筹备委员会的联合主席 今年的慶祝活动包落万有 包括社区健康广座 医疗学术研讨会 五间聚餐 周年蔓延及前前签筹款文 暴行筹款 艺术作品展览 烹饪比赛 嘉年华及竞技日 家庭同乐日 感恩崇拜获出版几年开幕 慶典各各项活动 满车凝聚中心 旺创未来的主体 25年来 医院的成就 全纳一帮前线同事的无私奉献 不如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分享 东区医院比起我的感觉 比起其他医院来说 它有很多服务都是行先一步的 亦都在中间对同事的照顾 对同事的培训 关顾都做得很好 所以我在这里 东区医院一路的工作 都令到我感到 好像在家里一样 温暖和开心 我觉得我们的病房 虽然很忙碌 大家同事的气氛 就很获恰 包括上司和下属 和其他所有的护士医生 都很融合 所以很忙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会 很尽力地帮助大家 很团结地 令病房运作得顺利一点 我在东区医院工作了这么久 其实每年都见到很多不同的新同事入籍 我很希望我们的护理文化可以继续传承下去 给这帮新血为我们的病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东区医院是我的第一份工 我在这里预认了很好的前辈 他教育了我很多东西 我由一张什么都不懂的白痴 现在可以成为一个专业的防射师 都是传染他们 医院投放很多资源 在四个精神科的修正病房 做了一个很大规模的翻身 作为一个前线的员工 我觉得这个改变其实对于我们的工作 和病人入院的过程 住院的时间里面 所感受应该都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那么多难忘的经验之中 其中就不得不提是沙士这段时间 沙士我们最初就认识不多 但是病人就会有肺炎 需要我们密尼治疗师跟他做治疗 大家整个部门的同事 亦都是互相支持 无论你是否一个小组都好 大家都会互相支持 互相鼓励 全心全意去照顾病人 这个就比较对我来说 一个很深刻的记忆 我们开始做一些高压养中心的筹备工作 在筹备过程 我不单单跟前线的同事合作 还可以跟很多高层的同事 不同部门的同事 包括有些工程师 包括有救护员 包括有消防署的同事 都要合作 在跟东区医院的同事合作 就是另外最难忘的 因为他们是非常有关怀的心 无论你做得多辛苦也好 他们都会给你工作 但是他们也会知道你很辛苦 因为他们也很辛苦 大家会在一个很融洽和谐的环境之下工作 我觉得在东区多年来的时间 对我最大的得着是在眉床手术方面的培训 以前我是训练的时候就去跟人学 现在隔了一段时间我也学有所成 现在就可以到我去帮一些新的医生姑娘去做培训 我觉得可以做到这个新火相传的事情 我觉得是很自豪的 医院科技的进步 令到我们工作上可以减轻 多了一些时间可以照顾病人 在我病房经理大领之下 我们上上下下都很关怀帮助 很齐心 每一天上班我们都很开心的 为病人服务 虽然大家工作压力都很重 但我们大家都互相帮助 很多问题我们都可以迎人而解 我觉得大家好像一家人一样 从初初不认识来到 同事之间会守望相助 互相帮忙 我在东区服务了接近23年 我现在在X缸部负责 调派运输工作 我比喻X缸是一个大齿轮 我们运输的组织是一个细齿轮 虽然是一个细齿轮 我都觉得这个细齿轮 可以帮助它这个大齿轮 运输得顺顺利利 解决很多困难 在工作上都觉得很成功 和有点满足感 东区医院在医疗发展领域 和专业培训方面 日向都勇于创新 过程中显示出无比的毅力 和十分出众的团队精神 我期望在将来的日子 医院管理层 和前线的员工 继续互量互信 潮着 持续改善服务为己任 坚守信念 再创高峰 凝聚中心 望创美来 东区医院 25周日 生日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